Hello, 大家好, 最近如果有看直播都知道我有玩一隻機械人的對戰遊戲, 就是 Mecha Break 這個封測的日期是8月3日到8月8日, 第二階段是10日至13日 只要在Twitch看完這個遊戲的直播一定時間, 就可以在Twitch Drop確認 之後再去這個遊戲的官網連結Twitch和Steam的遊戲, 就會給你一個序號 之後就在Steam輸入這個序號就可以玩了 大家如果想玩的話, 記得快點去拿這個序號 簡單介紹一下遊戲, 遊戲就是第三人稱六打六的射擊遊戲, 以科幻的機甲為題材 遊戲中的機甲我其實跟Gundam極度相似, 所以都吸引我去玩一玩 這遊戲機械人有各種類型, 有攻擊型、防禦型、支援型、近戰和遠程等等 每款的類型都有不同的武器和技能, 可以選自己適合的機械人來對戰 對戰模式一共有五款地圖, 而每款地圖的勝利條件都不一樣 玩法亦都不一樣, 每次的不同可能會帶來一些新鮮感 現在就來給大家看看它的遊戲畫面是怎樣 當入到遊戲的時候, 它會有一小段劇情的新手教學 等大家熟悉的操作和一般的技巧之後, 過了新手教學之後, 你就可以去到戰鬥了 但在開始之前, 跟大家講一下 回到首頁的時候, 首頁的右上角會有一個補給包 拿完這個補給包的話, 就會有一些用不完的金幣 因為這次是一個封測的階段, 所以就會送一些金幣給你 到時候開放正式版, 應該就不會有這些, 除了課金之外 這些金幣, 全部都可以拿去開機體 這裡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都會強迫要你看一次這個機體的開發動畫 其實這一段可以不要的, 可以截散了這個動畫 當你開放了所有機體之後, 你就可以找一隻自己合心的機器人去作戰 去到戰場上 對戰模式有幾種, 根據地圖來決定模式 克拉奧布天坑就是地圖上會有三個據點 佔領就會獲得分數 先獲得1000分就為之勝利 如果不夠1000分的話, 應該就會獲得高分隊獲勝 第二幅地圖就是密斯之眼 這幅地圖會根據時間開放一個據點 要從據點領取一些資料 然後再到火箭的發射台上傳這份資料 當隊伍獲得100分或高分就會獲得勝利 第三個就是水星造船廠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跟Overwatch的對戰推車相似 玩家開始時會有一部車 玩家需要站在車上 來觸發他的控制 車才會繼續向前動 而且需要留意的地方就是會有據點 要先佔領才會繼續向前移動 當到達終點或較遠者就會獲勝 第四個就是格拉西林天空城 普通的三局兩勝對戰 而每一次對戰的地方都會不同 而且死後是不可以有正常復活再出擊 也就像其他地圖一樣復活 要由地圖上的裝置才可以復活隊友 所以最好如果打這幅地圖 一定會有一些支援型的機體 而最後一個就是布朗國天文台 勝利條件為先拆除8個據點或高分的隊伍就會獲勝 以上就是一些封測期間開放的對戰模式 最後也講一講這款遊戲 先從機體來說 機體有13部 然後機體之間存在一定的傷刻 比如機動性能高的 就可以追擊著一些飛機 如果追擊型就可以騷擾敵方佔領據點 不過機體的平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某些機體的強度實在太誇張 例如支援型的傷害高得離譜 追擊的機體又有隱身 而且就算你在它附近也不會鎖定到 而防軟型的機體又有自保能力 感覺上平衡方面可以再修正多些 再來就是這個對戰模式 有五個模式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錯 因為不同地圖合式的機體都不一樣 每次都有不同的新鮮感 打法又不同 配合又不同 最大最大就是希望這個遊戲 會有更多的模式 如果我說想的話 應該會想它出一個 15打15 或者是20打20的一個大地圖對戰 有傳官方 是曾經推出過一個 就是60人的大地圖 但是呢 它是一個60人的6人小隊 在一個小地圖對戰 這個模式可能就比較像是PG那種 或者是APEX那種的大屠殺模式 感覺上這一種其實就不太好玩的 其實真的其實不太好玩的 但是如果你說 將它的人數縮小 變成15打15 其實感覺上會好打很多 好看很多 好玩很多 因為一個軍隊的形式 類似戰爭 其實整個感覺上已經不同了 跟大屠殺類型 總結來說 就是遊戲是好玩的 平衡的感覺 可以再花時間做好 不過現在只是封測期間 不知道正式版 機體會不會跟這個充測一樣